其实要做一个纯粹的一个音乐人 是一个挺奢侈的事情 电子乐和时尚 我觉得这两者本身就是二为一的东西 比如说我这个人性格就是有点叛逆 然后带点那种 就比较粗糙的摇滚法 所以我不会去买特别漂亮精致的东西 我会去买一些更酷一点的 对 比如说雷丝我就可以选 但是我可能会去选一些剪裁特别硬的东西 巴黎比较熟悉点 巴黎等会儿马来区挺多的古轴店不错 我那时候在马来区但是我不记得名字了 两家古轴店而且离得特别近 前后相距50米吧 里边有各种特别有意思的腰带那种 比如说那个Money的腰带 但是60年代快 那都已经快坏了 也是得羞羞补补补这么弄 但是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真的是古轴 它不是古轴风格 本身就是古轴 马来区还有一些其他的买手店 非古轴的都还挺有意思的 最幸运和开心的事情就是10年了终于可以认着性子 不用考虑经济去做一种唱片 虽然音乐会比较任性 虽然唱片会比较非主流 比较不商业 但是毕竟这是每个音乐人的梦想 就是可以比较纯粹的去做音乐 最伤心的就是10年了才让我做到整个音乐